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 网罗天下奇闻去世 我是宋志敏 在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中 古代王侯将相死后 都希望带走生前所拥有的宝贵物品 黄金 银饰 书画等 甚至是服侍自己的仆人活人殉葬 企图死后能够继续享受天伦之乐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做法却是古人前仆后继 争相模仿的 所以也造就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墓葬 例如秦始皇宁 新追妇人墓 中山晋王墓等 但是这也成就了一个行业 他千百年来从未绝迹 被世人痛恨 那就是盗墓贼 根据史书记载 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 曹操设立了专门的摸金校尉的职位 用来盗墓取材 来填补军饷 从那时起 汉朝陵墓就被搜刮得一干二净 重要的文物都被盗走 考古学家常常的感叹汉墓十世九空 那个时候主要是通过金属工具进行挖掘 对于地质明确的帝王墓葬都不放过 除此之外 当时的各方诸侯都会挖掘前朝的林墓 来发掘宝藏 这是他们获取财富的一种方式 所有的人都知道 皇帝或者朝中大员以及贵人入葬 都有很多珍贵的随葬品 价值连城 古人迷信风水八卦 在墓地的选择上也是很有讲究 衣衫傍水 通俗的来说 例如能够第一眼看到日出的高山 溪流的汇集处 墓室朝栏 随葬物品按照风水的摆放等等 这是古人的一种知识概念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保证自己死后平安 不受流鬼蛇神的干扰 两千多年来 这个行业一直都有不法分子从事 例如2015年的文物大案 主犯姚豫中精通古代各朝代的墓葬风水习俗 通过看地面的形态 看天象 用手中的罗盘精准的定位墓葬 公安机关追缴的部分文物 市场价值五亿元 所有的文物估值超百亿 当然这是有特长的 现如今盗墓贼的工具可是先进了不少 金属探测器 挖掘机 爆破工具等 甚至买地盖房子 遮起来偷偷挖掘和转移文物 他们盗墓不向文物专家需要保护性的发掘 他们的目的是挖掘能够带走的金银财宝 玉器铜器等 再通过黑市贩卖 这是一种破坏性的盗窃 时至今日 考古专家仍然有许多已知的墓葬 在现有的保护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没有发掘 例如武则天墓 秦始皇林的大部分地下宝藏等 随着公安机关对于文物盗窃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 以及文物保护措施的不断完善 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走进博物馆 让我们一读祖先的智慧和中华文明的璀璨 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更多精彩内容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我的动态 谢谢 下期见